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 遭遇未遂刺杀 案发现场的布局如何 特勤局 狙击手身在何处 嫌犯又是从哪里向特朗普开枪 距离有多远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案发地是位于宾夕法尼亚州 巴特勒市西北部 一处可容纳数万人的展览场地 曾连续70多年举办巴特勒农场展 活动当天共有约15000人 到场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所处的演讲台 被阶梯状的观众席三面包围 大多数支持者则坐在他的正前方 至少两名美国特勤局安排的狙击手 处在特朗普右后方的白色屋顶之上 出席活动的共和党参议员 参选人麦克米克 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表示 参与者在进入会场之前 都经过了金属探测仪检查 根据美国特勤局的说法 嫌犯是在场外高处开了竖枪 CNN援引执法人员消息进一步指出 枪手当时身处场地外 一座建筑顶部 分析显示 他距离演讲台上的特朗普 仅约120到150米 枪手据报使用了 AR-15型半自动步枪 AR-15脱胎于军用M16 有效射程可达750米 因异于操控定制及准确性高 成为美国最畅销的步枪 也屡屡出现在大规模枪击案的现场 引发美国社会对军用武器 是否应该在平民社会广泛流传的巨大争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